各位同學,今天又是肺炎試藥的日子 我錄製了一些影片和練習預備給大家 等大家放假的時候 有些時間可以做一下,溫習和遇習 最重要是遇習,大家預計到 上學之後應該都很忙碌 所以我一開始教一些下學期的東西 希望大家盡量去學一下,盡量去掌握 第一個課題我們小四的,除加混合計算 怎樣做?就是除完再加,除法和加法混合一起做 遲些又有加減、加乘、乘除一起去做 最重要是我們經常學的口訣,先乘除後加減 那你做到之後呢 記得了 記得了,我們先去解決這個除數 16除4是4吧 之後就有4加36,所以得到40這一組數 下面第二條,先乘除後加減 我們是不是308除了後面13先? 當然不是了,因為13加15,它已經過了 所以我們先做了加法 計到28這個數,除完出來得出11這個結果 下面一條應用題,下面有一些運動用品售價 有籃球、足球、羽毛球棒、逼球棒 你可以看到,方先生就有些 就是買了這個羽毛球棒和逼球棒各一塊 他就問你,夠買五個的什麼球類 那我們首先就要考慮一下 哎呀,出了個籃球,考慮一下 究竟我們總共有多少錢呢? 因為羽毛球棒和逼球棒呢? 總共我們是買了多少錢呢? 635元,除以五呢? 我們會見到127元 剛剛就是我們籃球的價錢 B part 這個智偉同學和兩個朋友呢 就一起買了一個籃球和足球 究竟平均每人要多少錢? 這個問題呢,很多時候大家誤會了 就是只有兩個人 千萬不要漏了智偉 OK? 智偉姓什麼呢? 當然姓大啦,有踢球的嘛 然後呢,每人要多少錢呢? 籃球、足球 127加95 是不是? 然後他們三個人 所以我們就只有除以三 記得我們先計算兩個籃球的總價錢 然後才再除以三 好,得到222除以三 每人就要給74元 如果要寫答句的 就寫平均每人74元 好了,接下來我們實戰一下 看看題目究竟是怎樣 好,我們先做一些基本題 先看一看,第一條28除以四 是怎樣呢? 是7啦 然後有32 32加7 我們得到39 再看一條 再看第三條 又是有括弧 是否有一個 1加4 不是 是144除以 括著4加5 4加5就是9 所以我們有一個結論 應該出到144除以9 91就只有9 如下54 9乘幾是54 各位同學 9乘6就是54 我們答案就可以出到16 我們知道這些答案 在這個假期 每一次我們出了一條 這個教學的短片的時候 我都會有些練習給大家 練習怎樣拿呢? 你可以WhatsApp找我 可以Facebook inbox我 好啊 總之記得做 記得溫習 記得學習 雖然現在 時間呢 都好 很多疫情 很多問題 但是大家希望保持健康 記得戴口罩 勤洗手 我是在上課才不戴的 我都預備好了 戴回來 遲些再見 謝謝